1949年4月,渡江战役之后,解放军第21军63师追击敌军,撵到了大力的老家浙江江山县,堵住敏振公路的要冲青湖镇,一举把敌人南逃福建的脖子卡住了。 半满十分,63师主力赶到,对敌人开始了围艰,一会儿,无数敌人从公路北面涌了过来,毫无队形,一个个争先恐后往前跑,一看便知识逃敌,军侦察连立即握到三河堤上。 侦察兵的武器向来比较好,轻击枪,冲锋枪劈头盖脑射向敌人,跑在前面的敌兵遭到迎头痛击,留下几十具尸体,其余的四处逃散,后面的听到枪响,扭头向远路缩了回去。 侦察兵们占领公路边的一条小街,潜伏在街道两边的屋子里,不声不响,于是凡是逃过来的敌人,一匹匹束手揪琴。 第二线健康为名时,关押俘虏的一个院子里,集中了二百多名俘虏,有敌九十五军的,有敌一九十六军的,还有敌连前总部,交警总队的。 见谅后,侦察科王科长带着一排战士走出街口,刚拐了一个弯,就发现五六十名敌人靠在院长下睡觉,大多数是军官,还有家书小孩,只有两个当兵的背支枪掌岗。 他们轻而易举的就把所有的敌人搅了线,这些敌军官搅出来的,都是静一色的美造拉拔手枪,崭新的,一问才知他们是敌连前总部的。 昨晚逃来这里,又累又饿,便在街口院墙下睡下了,手枪都是在江山县抬发的,未放过一枪,其中,啊,有三个少将,他们正准备把这批俘虏渡过河去, 又进一个国民党兵,大老远就喊着老总老总的跑过来,王科长问,你是干什么的? 他答,我是个当兵的,我专门跑来向你们报告,我们部队正在后面煮饭吃,有多少人,人是一个营,打散了,还剩一两百。 你说假话,他慌了,连忙说,说假话你枪毙我,不相信我带你们去。 他一再声明,我被俘虏三次了,你们的政策我懂,又带俘虏。 于是,王科长带着几十人,跟着他绕了几个小沙头,来到一片树林里,只见这里有两三户人家,一些国民党兵正在老百姓家里煮饭吃,有的在树林里躺着睡觉,他们大喊一声,不准动,放下武器。 敌人没有反抗,也不逃命,就像经过训练似的,一个个双手去起枪,王科长叫出敌营长,命令他集合队伍,带着这批俘虏。 回到原部,这时其他打扫战场的人,也陆续带回了不少俘虏,把整个小院子挤得满满的,共有五六百人。 可笑的是,有的俘虏是自己跑来的,他们见到解放军就说,老总,给点饭吃吧,我们脚枪。 王科长问他们,你们为什么自己跑过来? 他们说,老百姓恨死我们,抓住就杀,到了八路这里,不但安全,还有饭吃。 听到这些,王科长真是又好气又好笑,俘虏一大堆,成了包袱,看他们一个个饿得不行。 行,于是,王科长和珍茶连联想商量一下,决定看一个班去酬粮,再把缴获的银员买几头猪,用一个班煮饭,一个班杀猪。 俘虏们一听,几个伙夫立即自爆奋勇,我们参加煮饭。 结果,俘虏们一起帮着解放军煮饭的煮饭,炒菜的炒菜,烧火的烧火,很快开饭了,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哥哥都饿极了。 狼屯虎咽,有的边吃边说,多少天来被碾得屁滚尿流,东奔西桃,今天才吃上一顿饱饭,早日这样,还不如当俘虏好。 听到这话,解放军战士都笑了起来,一些俘虏兵也笑了起来,却嘴巴上说,这话说得对,就是这种情况。 做出对对对对对的作用。 在这话,解放军战士,代表白天,语尔子公里的东套、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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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,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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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状态。 感谢观看